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 主持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好 欢迎亲朋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News98 98新闻台 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珍 问候大家 哇 下午呢 哇 这个雷震宇又来了 好 那但是呢 天气的部分还是专业的来了 我只是看到又打雷了 大家要多小心 自己跟别人的安全 好 台股呢 今天又涨了 而且呢 今天涨幅比昨天大 今年上涨了230点 指数回到了22,027 成交量的部分呢 也超过4,000亿 来到了4,094亿 好 家人指数涨1.05个百分点 贵买指数涨更多一些 涨幅是1.26个百分点 当然细节操作最重要 今天我们专家老师说明了 要仔细听 还有呢 三大好理哦 赶快来邀请 农业投顾 首席分析师 也一鸣老师 老师好 又是酒吧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伦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也一鸣严老师 那当然很高兴 今天下午的节目里面 大家又准时收听 那今天的节目的话 那要仔细的听 因为台股的话 近期而言的话 来到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对投资人 财富重分配 非常非常重要 那什么叫做关键性的转折 就是说这个大盘的话 它上涨的部分 严老师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在22500点附近 这个是所谓的 52日均线的 一个所谓的盖头反压 那未来的一个条件里面的话 就是反压如果说是 带量突破的话 那这个大盘的话 它会启动了另外一波 这个大涨的行情 那如果说未来的走势 里面遇到反压 它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反而这个筹码面 发生了变化 那外资如果说 它是站在调节方的话 那这个大盘的话 可能顺势的话 还是会进入到 所谓的下沙整理 那所以说今天的 关键的一个价位 在22500点 那严老师就直接帮大家 这个直接就跟大家讲了 但是这个礼拜的行情里面的话 这个大盘强谈的一个趋势上面 还是没有改变 大盘还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 以今天涨低买的加速25加 以今天大盘大涨的230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今天的成交量 比昨天成交量稍微大一点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上涨 我相信的话 就是说 它是属于一个趋势上面的一个 比较反转的一个讯号上面 还是成立的 那当然台子期目前为止 逆价差的话 当然就是 以所谓的军线理论而言的话 开始做出一个收敛 那这个地方其实的话 它是符合预期的 MSCI权重的一个调整 两降一持平 那法人的话 它在权重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是稍微的下调 但是影响的部分是非常小的 那法人他也指出 外部的一个变数 才是未来台股 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那现在大家又来猜了 这个台股量缩震荡 那有60%的投资人是看多 有40%的人是看空 那所谓的多空大对决 但是老师认为 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要用证据讲话 所以说你要做好准备 当大盘如果说突破的时候 往上涨的时候 那投资人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当大盘遇到反压的时候 它开始有反转的 往下的一个讯号 那投资人要怎么因应 所以说因应这个 未来大盘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盘老师今天一样应这个投资人的一个需求 我准备了三大好礼 其中有一份好礼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传真稿里面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八月份 跟未来的航行里面有做出个规划 如果说你今天要免费的 取得盘老师的传真稿的话 今天只要拨一通电话进来 就会拿得到 那这个就是盘老师 提供给我们news98 所有的听众 这个大的一个诚意 那近期而言的话 美国的话 它也是放宽了太阳能进口 那这个地方 其实对于我们国内太阳能产业 那有所谓的利多的一个消息 但是还是要去看 它所开放的额度的部分的话 它是有多大的一个量 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 它在所谓的电池 免征关税的一个配额的部分 它增加幅度是非常大 也超过了1.5倍 所以说未来太阳能的族群的话 可能会在未来的航行里面 它会顺势的去做出一个表态 但是近期而言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航运内股的话 虽然说业绩大成长 但是股价部分却没有表现 那老师也解释过了 因为大盘目前为止 它是属于一个量缩 那目前为止的话 资金的一个部位 还是集中在所谓的电池股 所以说航运类的族群 在这几天表现性是不佳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它不是它不表现 但是严老师认为 未来如果表现非常强劲的时候的话 它会直接喷上去 这个很重要 那当然这个外部的一个因素 全世界目前为止都在看伊朗 跟所谓的以色列它的冲突 那在近期能不能得到一个解决 但是我个人认为 目前为止的话 在欧美各国强力的一个干预之下 那伊朗要做出大的动作 我认为这个地方 比较不大可能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出一个参考 那今天大盘大涨230点 在各个族群的部分 其实它都有代表性质的股票 那机器人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所谓的8374的这个螺灯 既昨天涨停板 今天持续的亮灯涨停板 那在业绩成长的部分 3663的新科 那今天的话也是一样 亮灯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 那3019的亚光 它是代表消费性的一个产品 在今年第三季第四季 这个复苏性非常强 那这个地方 既昨天这个亚光亮灯涨停板 锁了这个1万多张以外 那今天的亚光表现性也是不错 那再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iPhone16的一个代表性质的股票 那别无其他的人选 你就要看到3008大地光 大地光今天股价也是非常好 那机器人代表是罗生 那业绩大成长的是新科 消费这个所谓的旺季的一个代表是这个亚光 那还有苹果干燕股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大地光 这边都是老师跟大家罗练来做出一个说明 那至于说8043的 这个叫密旺时 密旺时这样股票 今天可能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讲 那你从之前往 就是说从现在往前推 它的底部形态是呈现潜伏底 那股价突破之后的话 是进入到所谓的主升段 包含这个8月12号亮灯涨停板 8月13号亮灯涨停板 那今天的话 它的一个股价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开高之后走低 那最多的话可能是来到这个上涨7% 那尾盘的话大概是下跌3%左右 这一来一去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创新高以后的一个震荡整理 今天的话收盘价收在41块钱 那这个地方的话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 那我今天的话针对这个蜜望时 这样股票的话 我在我传证稿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但是我这边可以跟大家透露的就是说 蜜望时目前为止的话 潜伏底成型 周线跟月线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多头走势 这是我们从所谓的技术面去看 那再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 8月13号 这根所谓的亮灯掌停板 这根所谓的跳空大涨 它是由于外资 单日的一个买超1500张左右 那当天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大概是维持在1万张 那等于说外资 它已经介入了 而且买去那个张数上面也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股票操作里面 我们不是说只有单看外资 那我们先看到 这个所谓的7月份的一个营收 那7月份它所公布的营收 跟6月份去做出个比较的话 当然它成长性是比较大 几乎成长了50%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还是要看到所谓的季报 那去年全年 大概是一到三季都赚钱 可是到了第四季的话 它却产生了一个亏损 亏损的话大概每一股的话 亏损了0.24元 好那今年的话请听清楚 今年第一季的话 它就赚的比去年全年都多 以外 那第二季的一个业绩 它产生了一个大爆发 就第二季的话 竟然每一股可以赚1.3元 以所谓的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这张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小股本的 股本的话大概只有7.9亿 7.9亿的一个股本 在今年第二季的话 每股的一个益余的话 可以高达1.3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以本益比的一个状态而言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本益比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它是严重的一个低估 那这个地方的话 密忘石它未来会被大涨 其实的话你就要留意到 第一个它的股本 第二个它未来业绩的一个成长 还有所谓的三大法人 跟大户中似乎的一个看法 其实每一档股票的话 你在买进之前的话 我相信的话都是经过非常详细的 一个所谓的观察期 那当然这个密忘石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拉回一个买点的话 我们应该会适时的来做出一个 进场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这些股票里面 你今天看到的都是非常强势的股票 那有没有比较弱势的股票 那我们把弱势的股票也一样讲 那6488的环球金 那今天为什么要去讲它 就是说它的股价从600块钱 修正到400块钱 目前为止 那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多方的一个抵抗 多方抵抗的话 其实它在这个地方会出现 所谓的这个集谈的一个效益 那所以说这个股价的话 在今天表现性还是不错的 上涨了23.5元 为什么会举这张股票作为例子 非常简单 不是说什么样的股票 它都会大涨 也就是说很多的股票 其实它在跌不下去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所谓的 投资性的一个价值 那以环球金来作为例子的话 它去年一年可以赚到45块 4.5个股本 那你说它今年的业绩差吗 我看了一下 今年第二季的话 也有14块钱的一个水准 但是目前为止 你要去看 它的股价跟它所谓的营收 跟未来的一个展望性的话 它也没有具有所谓的投资性的一个价值 包含这个最近跌升的 这个叫快速传输界面的4966的普瑞 也是同样 这个股价也是经过长期的一个修正 在近期以来的话 这个底部已经开始成型了 那之前跟大家讲过 所谓的广达的一个股价 在今天的话也是一样再创了 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包含这个高价股的M31 那股价经过修正之后 今天的话也正式的 占上900块钱的一个关卡价 那就是说前面两个单元里面 我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的操作可能就是说 要去找寻这种产业 开有所谓的指标性质的股票 再度的跟大家讲一下 你机器人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注意到罗生 这个所谓业绩大成长 可能就要注意到新科 消费性的产品的话 你要注意到雅光这档股票 如果说这个涨多了拉回修正 有机会上车的 可能就要是要看到 所谓的密忘石这档股票 那至于说 有些大户中实户 如果说你的操作 是因为部位比较大的 那严老师请你去注意到 大力光这档股票 其实非常重要 那当然很多人在赖里面 会一直问这两档股票 那严老师今天就是一并的回答 第一档股票是台积电 第二档股票是鸿海 那为什么很多人去问这两档股票 因为这个台积电 这档股票我相信业绩非常幸好 包含所谓的2奈米的一个商机 包含未来还有埃米的一个商机 奈米跟埃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奈米的话可能就是用摩尔定律来算 那埃米的话它已经打破了所谓的摩尔记录了 那埃米的一个部分的话 也有机会了 会在台湾设厂 那一般投资人疑问就是说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台积电的一个基本面这么好 那为什么股价好像近期来表现性也不是很好 其实它的股价表现性也非常好了 因为大盘没有站上52均线 台积电目前为止已经站上了52的一个均线 股价已经来到反弹了948块钱 当然股票的一个操作 它不完全说是反映到我们所看到的基本面 这个中间的话还有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我举个例子 台积电的话近三个交易日以来的话 外资的部分其实它都是站在买方 那但是融资余额减少代表投资人在卖 那股价往上涨的话代表获利的方 应该就是所谓的外资 应该就是所谓的外资 那如果说你没有买台积电 你反而去买这个鸿海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必须要跟你讲 鸿海目前为止的话 它的压力大概就是在194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如果说你们手中的鸿海有机会 股价只要占上了194块钱 只要出现补量上工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认为 它反转的机会就非常大 这个就是所谓跟大盘一样 大盘的话 它的所谓的关键价在22500点 那鸿海的话 它的关键价在194块钱嘛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台积电 对不对 它已经占上水的关键价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判断力的话 就是说台积电是最强的 那台积电最强 它有没有机会带动台股 它当然是有机会啊 对不对 所以说目前为止 就是以鸿海跟台积电 这两档股票来比较的话 我还是会站在台积电这边 那鸿海的话 其实我认为 它虽然说是一个跨国际的一个企业 但是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消息 我认为的话 还是这个台积电是比较好 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伺服器的一个部分 其实今天伺服器的一个部分的话 强的股票的话 大概还是那几档强势反弹 包含这个力旺在内跟M31 这个创意的一个股价的话 它也是属于一个跌升的一个反弹 那双红的一个股价 即这个对不对 昨天亮灯涨低满 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那老师这边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个AI伺服器的部分的话 它都是属于一个跌升以后的 目前为止是看到反弹 并没有看到回升 并没有看到回升 那股价的一个操作就是说 你要预先去判断 而不是说事后的话 遇到状况 你会觉得很紧张 那为什么说今天老师特别 把伺服器的部分拿出来 单独列出来 就是说最近很多人 去操作这个伺服器的一些股价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高价股 它是属于一个集团股 也好 它是属于一个股份比较大的 这个期待性比较多的这些股价 很多人都套牢 非常多的投资人都套牢 包含这个音业达在内 包含资源 技嘉 这些所谓的非常好的股票 它都套牢 还有所谓的伪创的部分也是一样 伪创最低的话 它还跌破了100块钱 对不对 只有像华硕 那天的话有个利多消息 对不对 它就马上再创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你看亏损的股票 几乎接近九成 这个赚钱的股票 大概只有华硕 跟台积电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 严老师能够帮得到你 就是说你可能 麻烦你就要亲自打一通电话 到我们公司 那老师的话 会针对你伺服器的股票 给你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那当然有人问老师 那老师 我在日月光套牢怎么办 日月光套牢的话 我认为你只要不要买太高 那一般投资的话 可能会买到180块钱左右 那今天的话 一个反弹的话 是在156 对不对 那这个关键价的话 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关键价应该在161块钱左右 那你再去看MACD柱状体 这个部分 其实它已经出现 所谓的多方的一个讯号 那股价不是说它跌 就是不好的股票 还是说它涨 就是一个很好的股票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 这时间上面要放稍微长一点 那再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那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们把目光放到台积电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连电好像再创破端新高 对不对 连电对不对 今天收盘价55.7 前波的一个高点的话 56.3 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已经再创一个破端新高 其实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去观察它 那今天很高兴的 在我们news98 大家都还是有收听老师的一个广播节目 今天的一个三大好题 请听清楚 第一个 那传承稿的部分的话 帮大家来预测未来台股的一个走势 今天传承稿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那今天有一档标股 来帮助大家反败为生 这档标股老师把握性很大 你只要打电话 60秒之内打电话进来一定拿得到 8月份的一个超级标王 60秒拨通通通都有 那这档股票是属于一个亏转银的一个题材 严老师已经确认了 因为第二季的一个营收 它是1.3元 去年是亏损 今年已经开始赚钱的 股价的一个净值比的话 大概只有1.2倍 所以说外资开始买了 大宋实户未来也会买 那这档股票未来还有谁都忘记这个效益 如果说你真的想反败为生的话 严老师8月份超级标王这档股票 今天就会直接开放给你 另外 老师最大的诚意大概就是破盘 对不对 那老师今天的话还是一样 那今天只要想 加入严老师的一个操作行列的话 那老师今天的话就只收一个便当钱 大家每个人都出得起 那但是机会只有一次了 三大好礼一次就送给你 那废话也不多说 请大家就好好把握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真 好谢谢老师 好那么近期的操作呢 真的是有难度 但是呢可以掌握到这个正确的方向 还有呢在操作的策略上来做一些因应 做预备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老师呢所说明的 希望听众朋友有听仔细 而稍后呢我也会再把这个三大好礼 再仔细的跟大家来说明 请动作要快 因为八月的超级飙亡哦 这是有时间的限制的哦 好时间关系就再次感谢我们论员投顾 首席分析师爷明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听众朋友 今天颜老师呢开放三大好礼大放送 第一个呢就是传真稿免费索取 第二个就是标股资料哦 一份这个呢就是限定60秒哦 好欢迎听众朋友呢 现在现在赶快来电了 0223219933 0223219933 第三个就是来电的时候 同时了解 颜老师提供给大家破盘价 但是呢只有限定今天哦 只要168 只要168的减讯费 服务您一整年哦 速播0223219933 0223219933 或者是加入老师的LiteID 小老鼠小写的A518 赚钱的机会 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一期的股票是否财富的 并财 并财